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 台湾社会还真的是卧虎藏龙 不同领域杰出的人才 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 也为台湾扩展了能见度 而就像是民国初年 罗嘉伦在一篇文章当中 讲到的运动家精神 有风度的运动家 不但要有服输的精神 更要有超越胜败的心胸 其实任何竞赛 与其说是跟别人争高下 还不如说是跟自己在比赛 运动赛事里头最感人的故事 通常不是谁又拿下了冠军 而是谁历经艰辛 克服万难 超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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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